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BC报道 在两名加拿大被告人被中方释放并回国后 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明当地时间10月1日 在白宫会见美国官员和加拿大驻美大使谢尔曼 由于事先并未公开此次访美行程 CBC用了仅深二字来形容加方这一举动 报道提到 当CBC记者在白宫外询问鲍达明此行目的时 他提到了两点 首先是两位被中国释放的加拿大人康明凯·麦克尔案 感谢拜登政府帮忙 其次是与美国官员讨论印太地区政策 了解他们的做法 鲍达明还说 他此行是今年4月访美期间 与美国官员一次谈话的后续 当时双方交换了意见 CBC表示鲍达明此行访美 恰好是在两个加拿大人所谓获释后的一个星期 与此同时 华盛顿等方面正对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进行反思 报道说 有迹象表明美国希望更好地了解其盟友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 并且这一愿望早于那两位加拿大人被释放 上周获拜登提名为下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戴琪·科恩 在出席美国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时 被问及如何深化美国与加拿大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 科恩表示 我们都在等待加拿大发布其整体对华政策框架 BC省的滑雪圣地威斯勒的一名居民因为长期在他的后院向黑熊提供食物 而被罚款6万加币 BC保育官员服务处表示 这是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罚款 根据BC省保育官员服务处的数据 驻塞威斯勒的居民祖扎纳斯蒂科娃 每周都会给这些熊喂食多打10箱苹果 50磅胡萝卜和15打鸡蛋 该服务机构的声明中写道 一项调查发现 斯蒂维克娃在2018年整个夏天一直在故意喂养黑熊 BC省保育官员说 本周早些时候 斯蒂维克娃在北温省法院 因喂养和吸引熊到他的物业而被判刑 该机构表示 这笔罚款具有历史意义 并且是BC省野生动物法有史以来最高的罚款 它的大部分款项将直接支付给七夕地保护信托基金会 有人在BC省的报告所有偷猎者和污染者举报热线上 报告了斯蒂科威华的行为 这引发了2018年7月的初步调查 这些活动使熊适应人类的食物和存在 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安全风险 该机构的声明继续说道 根据卑诗省府今年9月公布的统计数据 8月份保育官员接到了3524个有关黑熊出没的求助电话 保育员对其中的335个电话采取行动 共有74只黑熊被杀死 从历史上看 夏末是卑诗省保育官员的繁忙季节 但上个月的数字是过去5年中在8月份被杀熊数量的第二位 北岸黑熊保护协会执行总监卡德曼认为 这些数字令人担忧 他表示在BC省被杀黑熊数量之多是不可原谅的 黑熊的生命好像没有价值 他说在保护黑熊方面 这不是保育官员优先要考虑的事 他们的任务是公共安全 卑诗保育官员服务处野生动物冲突经理巴德里表示 在夏末由于天然食物正在枯竭 保育官员不断接获黑熊到民宅觅食报告 与居民有更多冲突 他说部分原因是在疫情期间 人们在家待的时间更长 他提醒居民需要小心处理他们的垃圾 堆肥和果树 以免黑熊前来觅食引发危险 而这也正是黑熊被保育官员猎杀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专家表示 如果熊靠近你的家 你可以大喊大叫 或用喇叭把它们吓跑 但绝对不要给黑熊喂食 记住 给熊喂食是违法的 给熊喂食就等于杀害它 即使是无意的给熊食物 也是违反被失省法律的危险野生动物保护法 同时熊也会因此遭殃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一段乱世传奇 世界上最性感的女间谍 与中国将军的致命爱情故事 她们还共同生养了四个孩子 这一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就在近日 一位加拿大多伦多的小哥 碰到了一件糟心的经历 去麦当劳买个吃的 结果因为一场误会 被一名女子追到家门口 骂骂咧咧 还未说成是二等公民 这件事就发生在9月27日的下午 多伦多 Danforth Avenue和Cosfax Street附近的一家麦当劳 加拿大小哥佩雷斯开着车排队 准备买一个午餐 正式饭点 排队的车辆不少 佩雷斯从东边开进Drive-thru 他余光扫到旁边有一辆灰色的车 但对方没有开信号灯 他就以为那辆车是要执行 没想开进Drive-thru买吃的 就禁止开进去排队了 却没想到佩雷斯小哥的这一举动 彻底点燃了灰色车里一名加拿大大妈心中的熊熊怒火 原来这辆车也是想要排队买麦当劳的 估计就是忘了打信号灯 这在大妈眼里可不就是光明正大的插队吗 按照照理来说Drive-thru被插队虽然不常见 老司机偶尔也可能会遇到过一两次 大不了就是按个喇叭 表示一下不满罢了 但很可惜这位大妈显然不是擅长 一腔的性别平等正义 觉得忍小哥看她是个女的就好欺负了 在买完麦当劳之后 大妈没有罢休 出了Drive-thru就这么跟了小哥一路 小哥注意到后方的车辆甩不掉 眼看自己住的公寓就要到了 他下车和大妈对峙 看着前方的车辆停了下来 这位白人大妈迫不及待地跟着停了车 全然不管自己就将车停在了路中央 车都还没停稳 大妈冲下了车 指着佩雷斯的鼻子就开始大骂 你不就是喜欢插队吗 来 这个送你 拿走不屑 话音末没落 大妈就把麦当劳的大杯可乐 撒在了佩雷斯车上 第一次碰到这么泼的人 佩雷斯一边跟对方解释 自己没有插队的意思 一边掏出手机录像存证 三分钟的视频里 佩雷斯不断地解释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 可大妈已经气急攻心 根本都听不进去 一直狂骂 你们这些二等公民 这一头佩雷斯平白无故地被骂 心里也很窝火 那一头大妈嘴里还念念叨叨地说 你赶紧离我远一点 这是西方国家 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们纳税人都在为你们的生活买单 佩雷斯也是烦了 连忙说道 我什么都没有干 是你跟了我一路 求你了 赶快走吧 大妈一时语色 没说出话来 边走回车子 似乎是骂够了要走 也不知道是抽了哪根筋 又开启了机关枪 噼里啪啦地骂道 我们男女是平等的 我不欠你们任何一个 事后 佩雷斯小哥越想越气 又开回了麦当劳去拿收据 同时还要了大妈的收据 到当地金属报案 他将这段视频 发到了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 网友反应不一 有人觉得这种人多了去了 现在都不是新闻了 有人觉得这大妈就是疯了 胡乱撒气 在无辜的佩雷斯小哥身上 还有的人则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 表示被插队确实挺可气的 但也用不着跟到人家楼下去 加拿大统计局周五表示 加拿大7月份国内生产总值 GDP萎缩0.1% 但8月份反弹 7月份GDP较统计局 原先估计的萎缩0.4%要加 天气转暖 公共卫生限制放宽 较低的新冠肺炎 新增确诊病例 餐馆 露台 满座 以及加拿大人开始旅行 均对7月份的经济表现有所帮助 疫情中受创最重的 酒店和食物服务业 7月份成长了12.5% 路德连续第二个月 两位数字成长 公众运输7月份成长了67.7% 完全接受疫苗的旅客 自7月5日起 不需要再进行简易隔离 当民银行高级经济师 塔纳·巴拉辛安表示 根据初步的数据 服务业的营收增加 似乎也延迟到了8月及9月 不过每一个行业的营业额 依然处于疫情前的水平 酒店和食物服务业 7月的营业额依然低于 2020年2月水平21.3% 航空业营收则低于 疫情前水平83% 塔纳·巴拉辛安表示 进入冬季和秋季后 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特别是第四波疫情 及较为寒冷的天气 都会影响这方面的开支 统计局表示 7月总体经济活动 约低于2020年2月水平2%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8月份的GDP增长0.7% 与疫情前差距仅1% 8月份的GDP最终数据 将于10月底再修正 虽然统计局追踪的行业 7月份大部分都有成长 但农业 公用事业和制造业的萎缩 完全抵消了这些成长 公用事业7月份下降了4.9% 供应链问题令制造业生产 下滑了1.1% 建筑员下滑了0.9% 主要因为住宅建筑活动 在4月份达到历史高峰后 开始下滑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